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 這上週查到 我剛才查的東西怎麼停留在這 我就隨便亂查了 東西怎麼在這裡 我不想讓它留在這裡 我就往右邊滑 按著它往右邊滑 就移掉了 OK 但是呢 留這個有什麼好處 留這個是說 你也可以把它當語言學習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假設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是我把它換成中文 翻成日文好了 我舉個例子 我可能 我到日本可能會問什麼問題 我也希望把那個日文 乾脆就學起來 那句怎麼唸 比如說呢 請問有折扣嗎 總是到時候 你今天在跟日文 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要問日本人說 請問有折扣嗎 那你可以先這樣子 按對話 然後 等一下你就按中文 請問有折扣嗎 那 那 對不起 因為我現在 因為是透過HDMI投影的 我的這個 那個什麼 Apple這個 發不出聲音來 要用那個 要用 等一下我再用那個 Android投影 Android就可以應該聲音出來 但是 今天他就會唸出來 唸出來這些字 可是如果你現在馬上就 我已經查完了 我就按關掉 這個打叉叉 然後甚至我把它退回來 隨便 剛才我的這些字到哪裡去了 有沒有 我希望我這句話 能夠留著 以後我隨時點一下 我就可以複習了 假設是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就是你之前查的 停在這個地方 停在這裡 所以呢 我要怎麼讓它停在這 我再一次喔 對話 請問有折扣嗎 好 所以這邊就出現了 好 那你就按箭頭 要點這個箭頭 點藍色的箭頭 它自然 就會 存到你剛才底下 有嗎 在哪裡 打叉叉就好 這 在這裡 已經看到 中文 日文 這裡你就可以打叉叉 來看底下 有沒有 好 所以 以後 你講 假設 我現在還沒去日本 我先把幾個 可能的句子先背起來 那這時候 我來複習一下 請問有折扣嗎 它的日文是什麼 你只要再去點它一下 然後 按這個喇叭 它就會開始念 這句話是什麼 這句話的翻譯 或者呢 我跟各位講 常常我們去日本的飯店 有時候會想要問說 請問有開水嗎 或者請問有熱開水嗎 也是一樣 可能會常講的 那我們就選 對話 請問有熱開水嗎 然後按這個 箭頭 按箭頭 這裡 你按喇叭 就會弄日文念出來了 好 那這時候再來按叉叉就好 那你看看 剛才的那句話 就留在這裡了 我隨時 甚至你可以在出發前 你可能想 那幾個字 哪幾個是 是那個什麼 會常講的 這時候你到飯店 你只要點這個字 一點 然後 然後點那個喇叭 放出來 就直接 直接 對 就直接讓它 好像念日文給它聽就好了 對不對 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你覺得 為了這趟旅行 你希望能夠順便把那幾句的語言 學起來也可以 好不好 好 來 各位試一下 怎麼把你的對話 或剛才的翻譯 留在這裡 那留的如果你不要 你就是把它往右邊拖 好 把它往右邊拖 那那個紀錄就刪除了 可以嗎 好 所以請試坐一下